非常感谢赵老师 我赶快说 我先转达一下 我一个朋友 我赵老师讲的东西 我都是凭圣灵感动 然后发给某个人 今天有一个朋友 听完了以后说 今天的课太精彩了 然后我给他回一个 把根又挖了一遍 然后他说 是的 要让我们的孩子们 也听一遍才行 感谢神 哎呀 真的是 我也是同样的感动 赵老师 没有吹捧的意思 赵老师是中国经济学家 学者 没有之一 只有唯一 谢谢 给他感谢 求神大大的使用赵老师 奉耶稣里面 为赵老师祷告 另外呢 我刚刚有一句圣经 就是路加福音18章1节 耶稣色一个比喻 是要人常常祷告 不可亏心 其实呢 就是说我们个人得救 和一个国家得救 一个集体得救 就是人群得救 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自己 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罪性 那中国呢 五千年的封建史啊 就是动不动就要去 急了 就开始抓个人当神 抓自己当神 这个是很正常的 这个就是封建 这么多年的流毒啊 流毒 可以理解 但是呢 需要等待 我初略的 听的东西我就不说了 赵老师讲的太精彩了 那我就谈谈我的感想 很快说完 我初略研究了一下 那个韩国的 这几十年的崛起 所以从韩国的崛起 我就看见希望了 话不常说了 大家心自肚明 那我想有一些问题 想问号 就是咱说短期的吧 最短期 就是我相信 政府这一次搞棚改 也可以成功 因为加大力度嘛 就他肯定能做 短期 我们这讲短期 长期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不说 那个那是在神的手里 那他这一次棚改 对中国的房地产 和埃及市场啊 还有当然就是带来 那么大的一些消费啊 什么家电啊 钢筋水泥啊 什么之类的 他整个对房地产 和二级市场 有没有一个短期的刺激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那个今天讲的是创新 哎呀真的是这一点 宏观的 让我们把整个世界经济 一下子搞明白了 那创新这个根源 经济学家诺贝尔讲的 那个现在呢 美国的那个股市 这一波是人工智能 这个人工智能 应该说是一个 颠覆性的创新了 这个颠覆性的创新 对整个下一步 美国的股市的影响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今天 没有发表的一句话说了 其实呢 我自己在04年 老都打开 写了一篇短文 叫民主自由契约 我想了很多年的民主 什么是民主自由 后来发现 不是无自动主义 也不是 什么都干 什么都说 实际上 那个商品经济发展下的 一个上上下下的 一个契约精神的基础 当时这个文章 我都不敢发 发了以后还都拦阻 当然现在可以说了 我就想起 我曾经写的这篇文章 今天赵老师讲的 一个精神 整个就是一个契约 我又想起 我曾经写的那个契约 那当然这个契约是 神跟人的关系是契约 摩西律法 还有世界 实际上全部都是契约精神 当然这个契约精神呢 是上上下下的 而且这个契约精神呢 是在圣经世界观 还有受圣经世界观物 影响的 现代的文明基础上 就是赵老师说的 有一些他没有信仰 但是呢 他接受了 他看见了世界的发展 包括马克思卫博的 那个写的那个新经纪 市场经纪怎么来的 就是教会经纪 所以很多人就找到根了 就这样 感谢主 那我就说完了 如果以后 我什么时候 能参加赵老师的 那个思思什么之类的 就好了 感谢主 Sara第一呢 这个 我觉得你特别棒 鼓励你 这个你就参加师叔 你看我们这个 同工类已经把 把我们的那个二维码 打在屏幕上 你扫码左边的二维码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事实 我欢迎你 这个 那么你 你今天这个 提的两个问题 这个 第一个问题 是吧 这个陈忠生的改造 对中国的二级市场 会不会有一些 这个推动 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利好 应该说这是一个利好 这是没有问题的 市场是不断的波动的 是吧 有利好 那么相关的这个概念的一些公司 可能就会收益 这个也是值得关注的 那么从利好的角度来说 是不难否定的 对吧 然后你讲到这个 加的GPT等等 代表的 人工智能 对美国的资本市场 有没有推动 毫无疑问是有推动的 那么高盛呢 他们算过 这个 因为人工智能 将会每年给美国带来的 经济的拉动 就有1.5个百分点 也就美国什么都不干 对吧 就光凭人工智能 他每年都可以 有1.5个 额外的经济的增长 这个是实打实的 就是技术 技术进步带来的 对吧 再加上别的 那他可能就 又进入到新一轮的增长 所以我们看到今年的美国股市 又创了新高 对吧 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 人家美国股市非常好 所以同时 人币美元的利率的 也继续 这个汇率的 也继续往上拉了 是吧 那么这个都是产生了影响的 那么这是对你两个问题的回答 然后呢 我要再一次的说 这个特别感谢莎拉 对吧 这个你看你把我的信息内容 转发给很多的人 对吧 那么这就是你在做你的事 就像建兵一样 建兵呢 把爱传递给更多的人 影响他身边的人 他在做他的事 所以呢 我要再次的讲 这个今天大家对我有很多的鼓励 包括在聊天室里讨论 对吧 包括刚才 这个陈亮弟兄 对吧 然后莎拉等等 都对我有一些鼓励 姚毅 我看到群里 但是我想说 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渺小的人 这个也很有限 我做不了啥 对吧 那个其实我背后呢 比如说我有一个团队 如果没有团队在后面给我棘手 是吧 他们在那后面很辛苦 是吧 做了很多的事 可能我们这个课都上不成 对吧 这个 其实我感谢他们的帮助 感谢团队的帮助 同样呢 这个 是吧 这个 我自己能够把课讲好就不错了 我经常说我能够把事情搞明白了 是吧 然后再讲给大家听 我就做了我那一份就不错了 我做不了多少 对吧 所以我们需要很多人一块去做 对吧 我这里面看到红娘 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啊 这个还有小川等等 是吧 这个就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 才有了我们这样一个上课的平台 所以我们才不断的以私寂静 我们这个课呢 是扣着乐点 扣着这种时势 是吧 然后同时呢 这个我们引出后面的这种真理 就像今天我们讲 技术进步一样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技术进步 但是从来没有人想 经济增长的 它的本质是什么 这个它的经济增长 这倒是什么 然后中国下一轮的发展 就究竟在哪里 大家死忠不明白 究竟怎么能够脱离 这个中短输入陷阱 以挥 对吧 政府使劲 对吧 这个憋大招 然后呢 这个用力过猛就可以了 对吧 那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就没有 不在道上 是吧 这个我说 我能够把这点东西 小小的贡献就不错 那么剩下的 其实是靠大家去做的 是吧 是靠每一个人 这个 所以呢 所有的在这里边 这个听我们课的 支持我们课的 都是我们最珍贵的家人 我也因此呢 当时 刚刚我呼召了大卫 是吧 舒华他们 那是我们的老同学 你们要回来 你不要以为 以前听了赵老师的课 你们就懂了 不是的 我们不断地在往前走 我也在往前走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同行 我们不要掉队 是吧 我们继续一块学习 以此同时的 我们学了之后呢 我们要传递出去 无论是真理 无论是真理 真知 还是真爱 对吧 我们都要传递出去 这样呢 我们的国家呢 才有希望 再一次的感谢 我看到张义 是吧 看到很多的 我们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 都在 每周四都 诊实的出现 其实不容易的 因为疫情放开之后 大家有很多的事 很忙 是吧 这个 但是大家还是继续同行 这个呢 就特别棒 我觉得 持续学习的人 跟你听一堂课 受点影响 然后走了 对吧 那个是不一样的 再一次的感谢 我们的团队 感谢我们的同工 感谢我们 特别感谢赵小师叔 赵小学群 以及我们 赛商银赛商的同学们 还有所有的 支持我们的同学们 是吧 我们 下次课再见 祝福大家